岭南文化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韵味 今天我将和两位同样对岭南文化感兴趣的伙伴 相约一场文化盛宴 广东的特别是广府文化的生猛的特点 省狮其实是传统最古老的一种文化的形式 中国有两种狮子 一种是北狮 他们最重要的动作是滚绣球 唐代已经出现这个东西了 广东那个省狮其实是春秋战国时代 或者更早的时代那种民俗 中原地区最早的那种过年的遗失 传进来广东省狮是跟过年有关系 为什么叫过年 年是一种猛袖 灵烧 吃龙作物 甚至吃人 很兽猛的 我们广东那个狮子很兽猛的 我小的时候每条街都有一个武馆 这些武馆都有狮子 打炸的啊 如果你搞游戏 你去去搞武师去吧